都说了不用给我省钱了 你吃这个 还不如吃食堂呢 没事 吃这个也挺好 你就算炒股挣了钱 但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还是得省着点花 有点计划性 我媳妇就是会过日子 真好 我都计划好了 咱们就在酒店附近 租一个像娜姐那样的开间 明月才五千块钱 我就不懂这房子住板了 直接搬出去 剩下的房租就不跟老王他们要 还五千块钱 你现在一共才挣了两万五 这满堂满算 也就是五个月的房租 压一副三够了呀 以后还能接着正呢 这租房子就得早租 好房子不等人 越早租越舒坦 到时候你再也不用 我闻老王的脚臭味了 也不用等正诚哥不在的时候 晾衣服了 洗澡想洗多久洗多久 搓吐吐皮儿都没人管你 搓吐吐皮儿得管 我管你 秦天 我说要冷静一下 也不是计较你有没有钱 不是要给你压力 我明白 你也不要怕给我压力 压力会让男人更有动力 即使你提出冷静的这段时间吧 我也想了很多 你说得对 我不能再浑浑噩噩噩的了 再这样下去人就真废了 我老大不小了 不能光指望着 当门童混日子了 你都这么上进了 我也不能落下来了 我上进 我上进也没上班时间炒股 工作出错呀 你也瘀精啊 那说话难听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现在已经能扛着住了 你当上领班 现在又想进步升职 不也是为了多挣钱吗 我也是挣钱啊 只不过选择了一个 更智慧一点点的方式 咱俩的心都是一样的 我以后再不会对你指手画脚了 陈清点 太兴奋了 我不说了 不说了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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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分手吧 为什么 我跟你说不明白 有什么说不明白的 你这是心虚吗 我有什么好心虚的 我说我当领班 我想进步 不是为了多挣那点钱 你能明白吗 你觉着咱俩心是一样的 可我觉着咱俩 现在根本不是一路人 你能明白吗 你所谓的努力挣钱 就是另一种逃避的方式 如果你一直都是这样的想法 都菜都是多妙幽 考上演也是白的 我想挣了情人 咱们过得好一点 这有什么错吗 男人不就该这样吗 你看老王 三十好几了 还是门头 连跟酒精表白都不敢 现在晚了 人家和别人结婚了 你再看郑郑哥 为了缩小和女朋友的差距 没日没夜的兼职 把自己逼成了个永动机 累得跟什么似的 我不要像他们这样 至于考研 你就算考上了 读完了 不还是得找工作挣钱吗 我是真想明白了 不考了 考研才是逃避工作 逃避进入社会呢 你知道我最不喜欢你什么吗 我最不喜欢你 像现在这样说话 听上去特洒脱 特明白 其实骨子里看不起别人 别人的努力跟痛苦 在你看来根本不值一提 只有你自己是最不容易 最坏才不愿的 你总怪运气不好 环境不好 总觉得所有人都对不起你 总之都是别人的错 可真是这样吗 今天孙总监虽然话说得很重 但他罚得很轻 他只说你弄坏了行李箱 你在客人面前打电话炒股 你当他真的不知道吗 他为什么没提啊 因为你身上背着 最终警告处分呢 这件事如果上报 你工作就没了 你知道吗 又不能把我开了 无所谓 我还稀罕着破工作 对 你都不是我呀 我也不是要你稀罕什么 从前我很崇拜你 因为我觉得你不甘愿现状 跟周围的人都不一样 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你慢慢变 你变成一个害怕失败 与受不了打击的人 我说你不明白我 其实我也越来越搞不懂你了 其实我也越来越搞不懂你了 回想起来 你变成现在这样 可能也跟我有关系吧 之前我没跟你商量 给你报班逼你考验 你和家里闹矛盾 你和家里闹矛盾 我知道轮不到我多罪 可我就是忍不住替你着急 忍不住劝你 我知道有时候我这样挺烦的 可我能为你做的 好像就只有这些 挺可惜的 没报上你什么 反而越来越糟了 我希望你好 可能只是我的意向情愿吧 不怪你 不怪你 知道你对我好 变成现在这样 都是因为我自己 你慢慢吃吧 我送你 愿不相信我 好 检�lers 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